水里新兴国小学生都是客家族人 今日学校举办了104年度 国小级幼儿园毕业典礼 毕业生也以奉茶的方式 感谢家长的养育之恩 感恩师长的尊尊教诲 水里乡的新兴国小 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客家的一个学校 对于客家的一个文化不予于力在付持着 尤其每当我们地方的客家文化 在做展演的时候 天穿日也好 还有童话剂也好 小朋友都能够展现他们平常学习的一个成果 用他们最诚挚的心来回馈给他们的一个 栽培他们文化底子的他的一个乡签 会场也展现学童们的学习成果展 看到孩子们的用心 身为毕业生家长的家长会长也感到非常感动 也肯定校方对学生的照顾 希望学生在迈入国中后 能时刻记得老师们的教导 首先感谢我们学校校长老师主任 他们的照顾 教导我们学校的学生 照顾得很好 他们辛苦是我们看不到的 默默的付出 希望我们毕业生 读国中后 都把老师手教的拿出来 议员成赵玉希望毕业生在国中的旅途上 摆持干头 努力向上 继续深化客家文化 多方面的学习 达到教育多元的目标 我们希望小朋友 学有所成 进入了国中以后 都能够白持干头 对我们客家文化的付词 能够更加的精进 能够涉猎更广 然后才能够更加的深化 这是我最重心的一个期盼 颁发毕业证书后 小朋友表演他们准备许久的舞蹈 是非常欢乐 相信在大家的祝福下 在下个学习旅程中 会有更丰硕的收获 迷一新闻蔡影杰 水里采访报导